哈囉各位運動筆記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忠信兄弟內野手臂教練 暨跑壘教練許峰斌教練 那麼今天很開心能夠在這邊 跟大家介紹一些居家的運動 那麼在居家運動裡面 我們利用有限的空間去做一些核心的強化 那麼一開始的話可能需要有瑜伽墊 那如果沒有瑜伽墊也沒關係 可以準備個大毛巾 那麼根據個人的習慣的話 像我的話就會喜歡聽個音樂 點個精油讓自己的心情比較愉悅一點 然後比較輕鬆的去做接下來的運動 那麼接下來就讓我為大家來介紹幾個運動的項目 OK首先第一個跟大家介紹的是強化版的棒式運動 那麼一般的棒式運動的話 我們就等於是雙肘90度 然後讓你的雙腳打直 然後這個時間點如果你強度要比較強的時候 你會雙腳併擾 然後讓你的身體呈現比較直的狀態之下 然後你的核心Hold住 下巴 下巴記得收好 那麼強化版的 強化版就等於是你的雙肘靠在地上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 撐在地板上之後 有一點往下壓的感覺 那麼這個往下壓的時候 整個核心的肚子要處理 整個把它Hold住 那麼一般的 一般的棒式的話就等於只是撐住而已 它只是把它撐住Hold住 那麼強化版就會有下壓很強烈的感覺 那麼它的一分鐘會讓你跟一般的棒式 至少有五倍的那種差距的感覺 這讓我們來為大家示範一下 雙肘90度 腳 讓它定樓打直 再來 整個手肘往下壓的感覺 然後核心處理 你會發現我的身體有點在抖的感覺 因為這強度是非常強的 如果可以的話 把它撐滿一分鐘的感覺 大概一分鐘就會滿是大汗的 OK 下一個動作 OK 那第二個動作我們在在棒式上面 我們再去做一個變況 變成是你做對稱邊 對稱邊的一個缺點 一樣是棒式的動作 就變成是 單手單腳離開 我們變成是右手 右手舉起來 然後左腳離開 然後一樣Hold住 一樣Hold一分鐘 一分鐘到之後 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再換另外一邊 下一個動作 我們要再做一個更 不一樣的身體運用的連結 一樣我們從棒式的動作開始 先這樣棒式的手撐 然後膝蓋 膝蓋腳這邊做90度 然後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把你的右手跟左腳舉起來 變平 那我們從平的這個地方開始 往內收到核心的地方去做連結 然後再打開 伸直 收 撐住 再打開 這樣的反覆 做15下 做15下 反覆做15下 15下之後 換邊 一樣做 這個收 撐住 所以在做的時候 你的膝蓋 跟腳的部分要做穩定 如果可以的話 兩邊各15下之後 做3組 一天做3組 去讓你的整個核心 去把它穩定起來 OK來下一個動作 然後我們先躺著 然後在這個狀況之下 讓你的膝蓋 先抬起來 然後待會讓你的雙手 扶著你的頭 然後我們的目標 是讓你的手頭去碰到膝蓋 稍微停住再回來 稍微停住再回來 那回來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躺下 因為躺下的話 整個核心的力量就鬆掉了 所以我們回來的時候 還是維持一點 跟地面有一點距離 在這個時候 你的肚子還是用力的狀況之下 再拉回去 再回來 再回來 15個反覆 唯一組 一天做3組 OK 下一個動作 是我們做單邊 所以是 單腳舉起來 然後對稱邊的手 然後在這個時間點 一樣 你的手 跟腳 都可以先旋空 因為一旋空 你的核心就要出力了 在這種狀況之下 讓你的一樣手肘來碰你的膝蓋 再回到穩定的位置 再出來 再回到穩定的位置 一樣做15下 15下之後再換邊 一樣 兩邊算一組 做3組 OK 接下來下一個動作 躺下來 感覺像萬歲的感覺 那在這個動作的一開始的啟動 四肢都離開地面 連脖子 脖子都離開 所以等於是你整個人是有點疼痛的感覺 在這個時間點 你整個核心是Hold住的 然後接下來整個操作的過程 手腳 包括脖子都沒有落地 大家來出去看一下 這個時間點 右手跟左腳做連結 右手跟左腳做連結 然後再回到萬歲的動作 然後換左手跟右腳 然後再回到萬歲的動作 每次大概連結1到2秒 要連結多久你可以自己控制 如果連結越久的話就越累 那一樣這個的話去做20個反覆 可以的話每天一樣做3組 然後做完之後呢 最重要的 既然我們有劇烈的運動 那我們最後一定要有 比較好的收操 你才不會隔天的酸痛太多 所以在收操的部分呢 我們讓自己 雙手 扶撐 然後讓整個 腰往下壓 然後記得在這個時候 讓你的整個頭往上彈 眼睛往上看 讓你的整個下巴往上 然後讓整個腹肌去做不伸展 可以的話大概撐個30秒 OK以上是我的居家運動 可以的話就挑戰看看吧